另外带您看到花莲施工所从18日下午2点开始 一连三天在好客文化会馆 举办2022回来聊天穿活动 那么这次除了邀请到近50摊的特色事集之外 现场还有大小朋友都可以参加的天穿日闯关活动 以及亲子DIY等等 还有轮番上这的精彩表演 也让现场充满了欢乐氛围 一连三天在花莲市后客文化会馆所举办的 2022回来聊天穿活动 18日下午在主案社区带来的欢鼓雷声中正式揭开序幕 这次的市集是以蔬食作为主题 现场设有14个摊位 包含各类在地农特产、文创艺术、客家美食等等 只要消费满儿就能获得一组多肉小盆栽 而其中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天穿日的由来 还特别安排闯关活动 及女娲补天五色造型馒头、亲子DIY课程等等 让民众对客家节庆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非常多的客家乡亲 齐聚一堂来办理我们相关的一个我们回来聊天穿客家日的市集活动 那也结合了我们颜客市集 那我们更感谢客委会还有我们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大力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举行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摊位 那我们这几天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 能够到现场来给我们这些摊位加油鼓励 那我们希望借由我们活动的过程里面 让大家了解到客家文化之外 也能够提倡环保的概念 希望有更多的人 为了我们身处的地球 能够继续的爱惜他、珍惜他 那也谢谢我们古老客家乡亲的一个智慧能够传承下来 让更多人了解到 其实客家文化里面内涵了非常多环保的概念 19、20明后两天 三五十点到晚上六点 也将会有更多不同的摊桑响应 现场还会有客家歌手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表演 活动精彩可期 欢迎大小朋友都可以一同参与 让节庆活动能持续传承下去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